这俩小椒今天有福了啊 今天专程买的鸡架 这俩小椒很久没有吃这种带骨头 而且就是整块的那种 不管是骨头啊还是肉啊 没有吃过 所以说今天给他俩安排一次 这是四个鸡架 然后让他们啃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 小四大伙完全不利私 给给你一个来来来 哎你俩同时吃 没事还有啊 都给扔进去吧 他俩就不让他弄得抢了 给还有还有大墙 看他俩谁吃的快啊 他俩基本上不护实 只要是给足够的量 基本上不护实 小四大伯 你别看他小啊 这小家伙毕竟是那种 斗牛斗牛梗之类的那种犬啊 所以说他的牙口啊 比罗威娜要厉害的很多 尤其是嚼骨头的时候 不蒸了吗 一块儿扔一个 蒸的跟啥似的 这一个还是先扔给大墙抢去了 然后现在就是 看这一个谁先吃完吧 这四个鸡下能不能干完 大墙藏着吃躲着吃 这小四大我感觉一个鸡下就够了 哎呀你爸别罵站着 你就啃你自己那个 人家家伙撞着他挑肉吃 人家大墙就啃人家那一个 小家伙吃这个东西非常好 一个是补点钙量 骨头中含的钙量比较高 然后第二个就是磨牙 甘虾泡人家章的钙量 甘虾泡人家章的钙量比较高 酱头中含的钙量比较高 酱头中含的钙量比较高 很凤的钙量比较高 成端度比较高 很凤的钙量比较高 骨头和钙量比较高 骨头根骨症量比较高 这是他们狗生意了 不管是这只罗威娜还是这只苏小夫 狗生以来第一次吃鸡翔 加我这镜头了 这种八百倍子没吃饭似的 大条的牙齿也不错 但是还是斯塔夫对牙齿比较好 可以呀马上没了吧 但是最后别管斯塔夫 他吃多快 也是给他最多两个了 大强吃两个 没吃完他就过来了 你把你那口吃完行不行 真猛 小苏还不吃 我是真猛 小苏这个肚子已经起来了 大藏这个还没吃完 吃一个狗吃下鸡下这个量真的不行 他就吵起来吃了 这家家奥太聪明 你把那个也啃了 这个也啃了 我跟你说啊 这小斯塔夫小母 吃完肯定没问题 但是这个小斯塔夫啊 得让他吃完这一个碗 就去旁边的一个笼子 让大强在这吃 必须要给他们分开 这家伙吃这个东西太快了 吃这个肉嘎吱嘎吱的 你看他又来忽视这劲儿的 人家不去抢你的 你用余光都能扫到人家过来呀 是不是 你看你霸占几个 他把那个搅拌 他又把这个搅了 转眼间没看来大墙 他跑这来了 给抢走一个 他肯定自己感觉到了啊 你都吃俩了 我这一个还没吃完 这家伙 他自己单独跑这吃来了 他吃完这个也不少了 他的肚子已经起来了 大墙很知道 给自己懒东西 你把这条能不能拿一边先 你看我拿的话 他说这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是你的是你的 你看大墙一靠他边他就不行了 大墙你把肉剃完了是不是 不想啃骨头了 但是这个小小母啊 他也不是省油的凳 这个小母吃完之后 必须给他拿过去 咱们不能把他给吃成 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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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墙那边基本上就是 捞上中间这块骨头的地儿的 嘎吱嘎吱 这是过瘾了 大墙毕竟比他大一个月啊 然后这家伙聪明 行了行了吃吧 就这一点的 让他们过瘾啊 冰箱里还有 明天咱还接着吃啊